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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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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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各位想支持这个节目的 可以主动一点点给like 听长一点,拜托 第二场,程郎拍档 李文这场马真是不幸 四重彩,本来tip4只中4只 但是毛显东哥哥的盛世 今天何言下来马场打劫 每个出5只,每个都在 每个都落飞 比最后的一步,就被程世过了 蔡明晓的程郎拍档 只能够中三重彩 勇敢动力,约出在有钱分 程郎拍档之间逼 当时程郎拍档向外邪跑 天意约束外邪 搞到复星高照寿了 在大外档出的合金王 修曼稳遮挡抢口 上次被人问话,这些人都说 问话要留 今天又执外档 不好意思又放 又是留 找遮挡抢口 接着呢 那只合金王 已经前些 但是还是不放 其后 合金王走了外叠 爱逍遥早段已经队 但是加速慢 今天换了配备 反而又没有了前速 跑到1200米 得想在爱逍遥里面 擠迫失平衡 当时爱逍遥呢 被程郎拍档带去里面跑 程郎拍档呢 就被一代庄主呢 就带去又是里面跑 小组啊 譴责我们啊 班得礼 告诫他呢 要充分带来 去到千一米 得想收万稳遮挡 在天意后提困境 福星高照 转弯受困 未能忘空 那蔡明肖 程郎拍档 有不小心拆骑 哇 上次才被人罚了十匹野的美活人生 是啊 程郎拍档 又不小心啊 小赛 在350米 他没有採取措施呢 阻止呢 这只程郎拍档外邪 搞到天意呢 带去外面跑 还越了那只叫做 红宝舍 红宝舍跑线 红宝舍立避 跟着红宝舍的爱逍遥 红宝舍就开始退 小组就罚赛明肖7月1日 咦 7月1日大日子 可以放假啦 7月1日 星期四就停了 去到7月8日 刚刚休息一个星期 是不是 有新假 没有新的 7月8日 邵赛才可以再出赛 罚三日 罚完上次美活人生十匹 赛明肖大把银子 是吧 领理文事前 拉夫 跟大家分析了 赛明肖是一个马场艺人 来的嘛 艺呢 就是真艺的艺 哈 各位有兴趣去研究一下 那场马那些马 怎么跑啦 赛明肖被人罚四匹半 去到300米啦 福星高照外怡 避开合金王后堤 望空 跑到300米 洛飞胜被有钱分撞 当时有钱分推进到向外邪跑得上外面的扎位 在外侧困境 红宝社沿途没有遮挡走外叠 又是拉缩被人查得上啊 对啦 适时车牌身份证 是吧 莫雷拉当然有些东西说啦 他说这只得上呢 转直路弯在大约中间呢 走势令人满意的 是啦 直路弯大约中间 跑马跑过终点的要 那转直路弯要对他啦 莫雷拉说啦 他在直路早段将这只得上呢 移到去合金王的外面 继续呢就堆下去这只得上那里啦 但是坐骑队啊 莫雷拉一堆呢 是没有了反应 死鱼一样啊 去到三百米 邪跑跟着就已经在那里退了哈 那末段呢 就气来气喘这样转弱了哈 但是没有明显异常之处 那多少意外啊 有什么一个人騎 罚了他钱 那有什么用呢 买了其他马 给你给那些人阻止了 多不值啊 是不是啊 应该要预防些人 你执法再严一点 预防些人 不要犯规 并不是犯规之后 跟着去罚他 跟着不够人的时候 又以钱代罚 久而久之 哪个害怕你呢 唉 那这一场的报处 其实都算是慢的 第一二段哈 那天意 那就不用那么厚追啦 这么慢的报处 是不是啊 守住个位置回来 那就搞定了 那我的合火那么厉害呢 不过今天我当是差的 那他可能是想着 不想在里面塞 扔去外面 那就是后追不及啦 那这一场复升高照呢 那也是跑得不错啦 那盛世呢 那这一只呢 何言今日 各位老友举手打劫 是的 全部马呢 都有落飞的 那盛世跑第四啦 那盛世那一只晴朗拍当 甚至乎后面的跑得宝宝呢 就不幸運了 那四重彩就被这一只乘势 剷了入来了 那就说到第三场啦 那希望各位支持一下这个节目 让他播一下啦 是的 就是前途在各位观众的手上 哈 雷文是照读的 是的 不过读完之后 有时候怎么处理的呢 那练马斯苗里德 被人罚三千 那事源美之妙呢 没有带公布配备呢 就亮相了哈 那美之妙不愿去杂商 那田泰安呢 就要落马一段时间 气宇軒昂出集笨实 保麗申辉出集笨实 其后不久 其后童那只夜日有鱼狀 当时夜日有鱼 被八騎士带去外跑 那看集呢 和雷文在事前live那里看多些集啦 是的 那有回报的嘛 八騎士啦 藍莊精神啦 那 不要说四重彩啊 四连环都有五差多 那 四重彩还要有三万多 没有买四重彩 那在外面出集的 有红李呢 及寶貝夷 早段设入 那美之妙呢 同千次欢 同样早段收慢 找遮挡 那去到一千米 保麗申辉收慢 取遮挡 抢口 那连跑第五个 那只保麗申辉呢 都有同大家去看试集的 那去到九百米啦 随意啦 在保麗申辉后提里面 緊迫 当时保麗申辉移到八騎士里面 取遮挡 森林烈火 如言图舞 遮挡走外叠 那如果你看那只八騎士的试集 即是不要看片 只是看他的名次呢 你根本都不知道这只八騎士呢 前一次试集没有戴眼罩 上一次试集有戴眼罩 上一次试集走好了 但是中段被人赤了下去 接着波勾 接着再追上来 是的 如果只是听那些马会的评论呢 根本你看不到这只马试集的走势 其实这一场的步速又是慢的 所以神之水敌呢 放回来 111 勝利才子 222 接着八騎士 443 接着南庄精神 334 即是12345 五位呢 全部都是12345 回来的 又是一场慢步速 唯一一只在五位 没有了的 就是试集很差的 那只叫正大江辉 那么巴道今天这只宝贝尔呢 就是一场虧了步速 虧了档位 是虧了慢步速 就跑过第六 不过我就麻烦你了 因为巴道今天的座騎呢 就真是影真差的 好像除了那只叫凌架之外 那 说到第四场 这一场就是速递奇兵 第一次克服了这个吸制赛事 跳级上来跑 其实呢 这一场的步速又快了 但是这一堆马就不算快了 但是都叫快了 那么大腾亡起步外跑 撞倒韦小宝 有利共赏 再遇归来收慢遮挡 去到九百米 定弯 韦小宝抢口收慢 避开速递奇兵 后提就昂首 当时速递奇兵内斜 跑到八百米 速递奇兵抢口 和在标志志能后面困境就昂首 跟着速递奇兵 及持续抢口的韦小宝受阻 去到二百五十米 显心星和韦小宝互相冰冰 砰砰砰砰砰 杀到紧要关头一百米 显心星方家怕全日都博杀 在速递奇兵后面困境 当时速递奇兵呢 就向外斜跑 虽然说赢到显心星过几码位 但是呢 真是有意外 所以跑马呢 好献稿要讲运气 如果显心星不是那么多意外 可能的结果呢 现在已经改写了 速递奇兵就跑第一 1.1倍 当家猴王 冷门又杀入来了 显心星十九倍 跑过第三 韦小宝跑第四 杀到第五场 第五场呢 现在不够胆这么慢 那只美活人生 上次又摆头了 是不是啊 波剑屎这么精彩 上次蔡明肇被人罚十皮了 今天呢 找到毛显东 都是摆得较为前 是的 潘顿哥哥呢 就不骑上次赢的 大有心得呢 就是骑上去正本开心 跑第幾 是的 那这一场马 我一见到那几只马 就已经不开胃了 是不是 幸运精选 是不是 那场赢了 今天怎么办 今天又跑成什么 跑尾尔 是的 那美活人生呢 跑第十 是的 为什么那场马跑出来的 全部靠赚捕捕捉的 美活人生呢 幸运精选呢 再出跑了这么多场了 跑了什么出来呢 看看下次又会不会 特意找些东西 塞住各位老友的嘴巴 骑爆一次给你看 是吧 唉 那场马 算吧 就是波剑屎那场 那场马的老友 如果有输了钱 都不要怎么解释 那你幸运精选 跑到现在跑了什么 今天就试完集出来 是吧 那美活人生那场呢 落了飞 又飞格又六格 是不是很超班 今天跑了什么 上次又跑了什么 是吧 那场为什么跑得这么好 不计暴促 牛精辉煌向外邪跑 撞倒活力得胜 大有心得出乘慢 幸运精选出乘笨 向外跑 导致正本开心 在叻哈王里面逼 叻哈王失平衡 向外邪跑撞 开怀大笑 开怀大小失平衡 天辉威力出乘笨 其后不久 跟南海拆落撞 当时南海拆落向外邪跑 天辉威力对他 但是不能加速 首次去到终点 在马群切入找遮挡 大部分走外碟 没有遮挡 想找 但是找 就是没有 牛精辉煌 就失去了 提提提 在大外档出乘的翡翠六 上次的翡翠六 都在那场 今天又怎样 是吧 整堆东西出来 全部在那场跑完 全部都没有跑得好看 再出 在外面出乘的洛盈盈 早段受吹拆 其后加速慢 首次在终点收慢 马群切入找遮挡 去到1900米 暂光聚醒 在牛精辉煌后堤困境 去到1200米 美活人身 跟撑尴唐紧迫 遮挡 ÎNH 慶蒸 tod 何ential 今日 有沒有 fill 有沒有 fill frontier 有沒有 fill Das 哎 誒 都有落 soy 二款队 黎実 内 read 老師 李明 這 conf 因此 我可以転壊 BOB 跑到一千米,牛精輝煌靠著南海策略後題困境 賽後潘明輝說,南海策略一千米失平衡 令他覺得坐騎或者被其他馬踢到 受醫檢查發現真的有傷 去到八百米,南海策略靠著美活人生後題 這些被人懷疑有踢到,接著受醫檢查有傷 就鎖住口,事實,我懷疑馬不相信 我懷疑馬的呼吸有問題,我懷疑動作有疑慮 受醫檢查全部都沒事 不要說全部,有些沒事的,那你怎麼講迫馬迷呢 這些是沒話可說的,驗到有傷 去到八百米,南海策略靠著美活人生後題跑 直路灣和直路組段聰蝦王在幸運精選後面外移 因而和開懷大少互相逼 南海策略組段受困不能望空 文武傳奇在四百米難以望空 跑到二百米,天賦威力在大有心得裡面緊逼 被人查一下我們潘頓啦 上次大有心得,你問洛飛博殺,贏得很好的 剛剛過了那個叫做有視力 今天簡直是正本開心離騎,為什麼這麼失望 小組先查一下你,正本開心 我們有潘七腰骨痛,小組你看看我貼了藥水膠布 你問這些作的 他說坐騎令人這麼失望,主要是歸咎約出受阻 就被幸運精選做 然後呢 早段中段正本開心又不能夠放鬆 他說坐騎呢 今天可能出現 是啃喉 可能出現啃喉 可能 因為坐騎呢 守陳酒內蘭折散腳情 其後轉入直路的時候 吹策不能夠加速 他說去到300米 行運精選裏面有位 但是坐騎走勢又不夠勁 又推回去那個位 即是行運精選 行運精選300米後 又在移動了 所以正本開心一度 在行運精選後面困境 是不是 繼而末段 正本開心已經顯著轉弱 受醫檢查內規鏡器管很多血 人家也有很多血 正本開心就大熱門 難以接受 要試就合格 受醫檢驗才出賽 被人查一下 上次贏賣的行運精選 為何那麼失望 田雞華 今天呢 田雞華是首次跑2000 是不是 計算那步速 快不快 是呀 他首次呢 在終點呢 就傾向外閃的 去到1700米之後呢 嘗試呢 就收聽的 他講啦 直到開懷大小呢 在1600米呢 推進到坐騎外面呢 行運精選走勢才開始 較為順暢喔 是啦 我又想回那場馬 我又替馬迷呢 這場戲就不實 順暢啦 順暢 他講啦 去到1400米呢 他需要再 堆下去這次行運精選 但是坐騎根本就不想保持那個位置 那田太安死不斷你就說啦 坐騎全程走勢都不夠勁啊 他呢 就阻止在1200米呢 已經憂慮這隻坐騎呢 在末段不能夠衝的 真是 沒有東西好說的 真是 他講啦 坐騎在500米就已經堆了 早段就外閃了 跟著末段顯著就轉弱了 他講啦 時日呢 結束賽事呢 他就建議馬主連馬斯 考慮給行運精選呢 跑回短一點 是啦 因為呢 他覺得呢 2000呢 是 就是跑2000為短的賽事呢 才適合他發揮的 也都會減低呢 首次在終點呢 需要轉馬防彎呢 官世界出閘 踢欄杆 跟著呢 檢驗 適宜出賽 合火年代出閘 家財出閘 向內邪跑避開夜日救 今天勇敢王者出閘 一般 在外面出閘的 年年行運 和官世界設入 又是晚步速 上次那天 沙田 全部快步速 破紀錄 今天又全部 很多都慢步速 對啦 不要說全部啦 很多啦 在1400 家財在搶口 和洪富之王 後面困境 超班福星 1300 又搶口 一聽到一群人在搶口 就知道什麼了啦 蕭瑤區 落飛就贏馬 一邊貼著內蘭 就這樣站步速 對啦 一隻留意馬 就Win 那麼多位會員朋友 去到1100 水星2號 就收慢 在勇敢王者後面 找遮擋 困境 去到850米 扔彎前進內斜 撞倒超班福星 連那隻前進 慢到沿途要走外諜 落禁重飛 如果知道是 步速快 他會不會走上去呀 是不是 好像知道步速慢 走上去啦 那麼 被人查一下 梁家俊 他獲得指示 就在外面出閘的前進 落了飛嘛 小組 你看不看到啡格呀 看不看到賀賢大哥 今天博殺呀 是啦 佔在呢 遮擋 有遮擋中間 他說啦 賽前認為步速 就不會快的 我都說啦 人家都預計了 不會快的啦 如果不是 怎麼會走上去呢 是不是 不怕回來 沒得衝啊 沿途外諜走上去 就是知道 不會快咯 我都不用讀下去 都猜到啦 坦若呢 讓隻坐騎 在馬群後面跑呢 他就會 虧了步速跑落後太多的啦 是的 有些人說跑馬不計步速的 今天他說啦 不知道梁家俊算不算啊 他同時呢 獲得告知 前進呢 在3月10日 跑馬地 擺錢走 不能夠勁勢充的 今天又擺錢 因為步速馬嘛 因此他獲得指示 不要在組斷消耗那麼多力擺錢的 他說坐騎組斷 和其他馬一起撤入來的 其後組斷中斷 沒有遮擋走大外諜的 他說啦 梁家俊 去到千一千米修 他曾經考慮給這一隻前進呢 推進到 以圖追前的 但是他謹記獲得 何言的指示呢 不要消耗前進的氣力擺錢 那麼他繼續說啦 儘管賽事步速 緩慢啊 但是他認為坐騎保持平衡 和走勢暢順 即使坐騎走大外諜呢 他覺得是最符合利益的 是的 哪一個利益啊 何言落重飛的利益 前進 連馬斯何言 確認他有給這樣的指示 給梁家俊的 他說 由於前進在外檔出閘 加上呢 是步速 夠夠慢 何言 不放在前一點 不放在前一點 有得賺嘛 落了飛不去賺 何言哥哥 啊啊 他注意到呢 這隻馬呢 未能夠佔取有遮擋的位置 但是他認為呢 這隻馬留在後面跑呢 就不可以給他最佳機會 沒斷衝的 因為會洩暴速嘛 人家那些沒用力 一加速 那你那段時間才加速 什麼先機都沒有了 人家都沒有用力 而他對那隻前進呢 過往受吹策 放在前面呢 勿斷衝刺的表現 感到失望的 他就再說啦 鑑於今次的形勢呢 不用說啦 出五隻五隻都入了來 何言呢 何言呢 他滿意梁家俊的決定 條Q吃了啦 是不是呀 答回希思 涉恩哥哥 今天即使呢 就沒有遮擋走外諜 而非吹策坐騎呢 佔取靠來蘭的位置 那就是啦 小組聽完 好合理呀 你說得好合理呀 是啊 全盤接收 是不是呀 看一看電線機 哎 不是大有心得那場呀 記錯呀 蕭瑤區呀 蔡明紹呀 又是昨天 雷文事前Live 講金莊令 和電子群星 那兩位騎士 電子群星的梁家俊 金莊令 的蔡明紹 上次就被人問話 一起回來的 一隻被人問話贏了 今天呢 又問話的時候呢 又是這兩位仁兄 那就講到這裡啦 希望各位支持這個節目啦 真的